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阳光数字经济新闻节目 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坚持以真实客观公平公正的视角 纵览数字经济近日发生的有价值的资讯 负责任的带您走进真实的数字世界 从阳光区块链到今天阳光数字经济 我们一路走来有您相伴和支持 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动力 下面我们来看看数字经济热点新闻 元宇宙走红后 中国众多行业急速跟进 天眼查数据显示 截至12月19日 名称中含元宇宙的商标申请总量已超过8534条 共有1368家公司参与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 9月22日之前 申请相关商标的公司数量仅为130家 截至10月22日 申请相关商标的公司数量增至400家左右 最近三个月 申请相关商标的公司数量已增长近10倍 天眼查不完全统计信息显示 今年9月腾讯、小红书、理想汽车、努比亚等诸多知名企业 都申请了与元宇宙相关的商标 10月份 网易、爱奇艺等公司也加入相关商标申请行列 11月份 小鹏汽车、蔚来汽车等造车新势力纷纷介入 12月份 包括海信集团、四川长虹在内的多家家电企业入局 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鹏博认为 与元宇宙相关的商标注册如此火热 既反映出元宇宙概念的火爆程度 也反映出投机氛围愈演愈烈 下面我们看一看市场数据 比特币近期可能持续在5万美元上下运行 但到本月它的牛市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三年 2020年3月标志着自2018年12月以来 一直坚挺的牛市短暂回到接近周期低点 2018年12月 比特币跌至3100美元的低点 2018年12月15日 比特币结束了从当时近2万美元的历史高点 整整一年的回撤 与今年6万9千美元的峰值相比 比特币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高达2125%的收益 截止发稿时为止 比特币价格在每枚4万6千6百美元左右 下面是数字经济各国政府动态 据CoinDesk消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它对灰度和Bitwise 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提案的审查推迟45天 SEC主席Gary Gensler过去曾多次表示 他更愿意看到比特币期货ETF 而不是直接持有比特币的ETF 截至目前三支比特币期货ETF已在美国交易 12月18日 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成军表示 要充分重视相关机制成立背后 蕴含的意义以及重要性 一方面应尽快明确国内关于绿色发展转型 可持续以及ESG的披露准则 披露标准等 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于国际接轨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 还要做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的积极参与者 制定者和贡献者 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负责人贝诺瓦·库雷 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 全球加密货币监管框架 可能会在2022年准备就绪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 英格兰银行在寻找机构对加密货币的风险敞口方面面临挑战 并计划加快建立资产监管制度的国际谈判步伐 该银行负责金融战略和风险的执行董事沙拉·布里登表示 银行向客户提供加密货币交易和托管服务的举措 意味着全球监管机构需要设计规则来保护金融体系 俄罗斯议会下议院议员安德烈·卢格沃伊宣布 民族主义政党正在寻求规范加密采矿业 如果加密矿工在未经国家许可的情况下 将采矿设备接入国家电网 他们将面临牢狱之灾 巴拉圭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允许在该国境内开采比特币 这样该国大量多余的能源将得以利用 既保有网络还可以赚取比特币 众议院将于2022年讨论该法案 阿根廷前总统毛里希奥马克里 在布以诺斯埃利斯举行的加密活动上 与以太坊联合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 举行了私人会议 马克里发推文称赞以太坊 是本世纪最具创新性的去中心化技术之一 以下是数字经济投融资新闻 据CoinDesk报道 Polygon与Reddit联合创始人Alex 领导的风投公司776合作 启动了2亿美元的计划 将建设去中心化社交媒体 The Block 报道 据知情人士消息 挪威加密分析初创公司Dune Analytics 正在以10亿美元估值筹集新一轮融资 对冲基金Culture Management将参与此轮融资 据Business Wire 报道 投资基金Craken Ventures宣布已融资6500万美元 将全部投资在加密货币和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Craken Ventures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英国NFT艺术画廊Hofa Gallery 宣布融资475万美元 Animoca Brands等参与投资 Hofa Gallery将于2021年12月28日下午3点 发布其治理代币 Artem Coin 交易代码为ARTM 此外ARTM计划2022年上线中心化交易所 下面是区块链NFT新闻 据Business Line 报道 Instagram 负责人Adam Mazzari 表示 Instagram 正在积极探索NFT 以及该平台如何让NFT更容易使用 但目前还没有可宣布的具体消息 Mazzari 补充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可以玩 也是一种希望帮助创作者的方式 2021年12月16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夫人 宣布推出NFT平台 该平台将定期发行NFT 2021年12月16日至12月31日 发行首个NFT 名为Millenia的愿景 下面是行业新闻 据路透社报道 波音公司希望在元宇宙中构建下一代飞机 在未来工厂里 沉浸式3D工程设计将与可互相对话的机器人进行交互 全球各地的机师会佩戴 由微软制造的HoloLens全息眼镜互相连接 据悉 波音公司已计划在元宇宙中打造虚拟三维数字栏升飞机 并开发一个能够运行模拟飞行环境的生态系统 他计划未来两年内 在元宇宙数字生态系统下实现设计 生产和航空服务运营 12月17日 路透社报道 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周五表示 已对汇丰银行处以6395万英镑 约8516万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汇丰银行反洗钱程序失败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 在2010年3月3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8年时间里 汇丰银行交易监控系统的三个关键部分显示出严重缺陷 包括2014年之前对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情景的监控不到位 2016年之后对新情境下所带来的风险评估不足 另外还被发现对监控系统中 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测试手段不当 甚至根本没有检查 The Blog 报道市值约60亿美元的MicroStrategy已构进了12万2000多个比特币 首席执行官Michael Saylor说 公司正在研究如何使之产生效益 在上周五的投资者日会上Seller详细阐述了公司的整体业务战略 包括抵押比特币进行长期债务融资 可以将比特币借贷出去 还可以与科技公司银行等合作运营比特币 比如质押权益等等 Seller说我们会做一些开发 开发一些有趣的应用程序 他还说公司将继续构进比特币 这是计划 是战略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